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期幸福家頻道 我是熊仔,Leo 今期帶大家看看全中山最便宜的光景單位 三房總價才50多萬 即是可以擁有一套光景物業 而且還可以租倫兩成首富 之餘還贈送三年的家電大禮包 在正式體驗之前,大家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我們會為你帶來中山最新的樓盤資訊 現在回到營銷中山 有請到我們拖銷阿傑 為我們介紹一下這個發展商周邊的規劃 好嗎? 好啊 首先介紹一下我們的品牌 可能藍城大家聽得比較少 其實藍城和綠城都是由宋慧平先生創立的 綠城已經是去年去到地產實強 藍城是屬於在綠城體系當中分立出來的 主營業務專門做小鎮開發和政府代見運營 並且其實我們到現在為止 在全國也分佈了26個省份 開發超過540個樓盤 其中截止到今年我們小鎮 已經在全國打造92個小鎮產品 即是在這個市場當中做得最多 並且是最專業的 服務體系亦是非常完善的 OK 其實我們這個項目 是不是我們大灣區入面第一個 是呀 沒錯 因為綠城其實它在華東地區 即是浙江江蘇上海一帶 支援度是非常高的 並且打造的樓盤都非常多 現在我們進入大灣區 這裏算是第一個小鎮 即是真正二而上的小鎮 OK 好 那過來這邊 娛樂學院的配套就是這裏 我們將來香山小鎮 都會有這個娛樂學院的 我們有攝清平方 這個娛樂學院的話 其實就是專門針對長者服務 我們會以老年大學的形式 組織我們小鎮裏面的老年人 長者一起去上學 即是像老年大學一樣 去學什麼呢 學一些藝術方面的健身的 健康方面的或者生活內液 以及其他興趣外好的課堂 其實我們目前在全國的專業課堂 已經超過三百個興趣班 我們日常除了上學之外 都會組織一些聚餐、聚會、出遊 可以通過這些活動 可以認識很多同學 即是像回到年輕時光讀書 這樣感覺這個風味很好 是的 其實如果年齡比較大 或者身體沒有那麼好的話 還會提供到一些家庭服務 或者上門護理護工服務 其他會有長者免費看檢 還有我們這個娛樂學院裡面 是有醫生坐診的 即是頭痛發熱 其實都可以在這裡看 即是相當有醫療的 我們的娛樂學院 已經發展到 有我們自己的南希醫院 即是這個醫院是心血管醫院的 還有一些老年病 例如高血糖、高血癌 那些三高的都可以看 非常專業 還有住院部 所以有希望我們以後 都會引進到整個醫院來到大灣區 如果這樣就很方便 是的 沒錯 那介紹完這個娛樂學院 還有一萬方的小鎮商業中心 即是在自己小鎮裡面的商業街 還有有兩個燈光濕地公園 打擾一下 這個商業中心大概幾時可以完成 是的 這個娛樂學院商業中心 其實都會在2025年前後 就陸續可以交出 25年現在23年 即是兩年多 是的 兩年多的時間 還有我們的香山小廚 現在已經是投入使用的 今個月就正式可以提供到製造餐 以後我們長線服務下來 還會有些點送的 還有針對長者的一些 低糖低鹽的健康餐 這個是對內還是對外 其實只是針對業主 而且大家過來看樓 或者是我們工作人員 都可以在這裡體驗一下我們的自早餐 OK 還有我們有一個4200方的商業幼稚園 有這麼多配套的情況下 其實醫食住客 養老教育 醫療配套 都有在自己小鎮裡面 OK 好 再過來看看 其實一直在說小鎮 小鎮是什麼 很多人都會問 其實我們這裡 普通的住宅樓 會有比較大的分別 不是單止是買一層樓 買完之後走了 以後再交給你米園 去服務 其實我們小鎮 其實是一個長線的服務 對於我們小鎮裡面的居設氣氛打造 都會有著重 我們長期會經過小鎮節日類的 例如親子類的蝦鱗營 水火的採摘節 或者是中國傳統節日 例如超節、中秋節 都會有節慶 以及我們的社群活動 社群活動 例如喜歡釣魚 像我一樣 喜歡釣魚的行山、蝦餅、游泳 每個星期 都會針對這些方向去舉辦活動 通過這些活動 其實業主和業主之間 有一個很好的平台 可以增加互相認識 可以交到自動盜合 有共同獻趣愛好的朋友 可以更快地融入到小鎮生活中 如果是這樣 整個項目的規劃 真是很完善的設備 沒錯 其實在這裏 基本上你不會模擬 在這裏長期有這麼多活動 又不怕沒有朋友 很多之前接觸的香港的街坊 回來買樓 都怕我去哪裏吃飯 還有我孤零零一個人 來買樓 又沒有朋友陪我 在這裏大包朋友 對 OK 介紹了這麼多 我們現在買這裏貨 好 現在去看三本 OK Let's go 我們這裏 現在已經簽了一個 主要提供衝車 以後 如果我們鄉山小鎮的業主 在香港那邊經金巴過關 之後 就直接可以坐樓巴回來樓盤 大概多久 全程 如果大巴 你就預計35至40分鐘 如果是自己開車的話 就大概是30分鐘到時間 OK 那現在呢 我剛才進來的時候 其實都有看到有巴士到這個位置 對 有610的巴士 可以出到神灣中山市場那邊 然後再轉車的話 就可以去中山市區 或者去市區那邊 嗯 OK 我們看回我們的交通圖 其實呢 我們現在 香山小鎮的位置 在這裏 OK 那看回香港在這裏 澳門在這裏 這個是廣州大橋 人工島就是這裏 大家呢 在這裏過完關之後 就可以搭我們的樓巴 經過這裏 香海高速 轉回我們的西環高速 就可以來到歐元門口 OK 去中山市區的市中心 都是差不多半個小時 可以覆蓋到中山珠海 兩個城市的生活配套 這樣很方便 是的 加上我們這裏 本來是個島 來的嘛 場面呢 有3-5萬隻白樓 在這個島上過冬的 哇 那就是很舒服 這裏的時候呢 其實這個島周圍呢 有很多白樓 就是飛來飛去的 嗯 那不走 那除了陸路之外 有沒有水路 嘩 嘩 嘩 你聞到啊 真的差點漏了 其實呢 如果在香港的中廣城那邊 可以直接搭船 來到我們樓本對面的 珠海 斗門港 斗門港那裏呢 我們其實呢 買哪些產品呢 和周邊的配套 怎樣介紹呢 好啊 看看這個 這邊的話呢 就是個島了 剛剛呢 你們是經這條大橋進來的 這裏叫神灣大橋 是 來到這裏呢 直產來到江邊 再轉過來呢 就是我們香山小鎮 嗯 其實我們這個是 在島的西南的島尖位 就是我們望出去呢 東南西三個方向 都可以望到江景的 其實除了我們香山小鎮之外呢 還有一個城西遊頂會的 這個遊頂會厲害了 它是目前國內唯一一個 可以直通澳門的遊頂關 通了嗎 通了嗎 通了的啦 已經通了很多年 其實呢 由於疫情呢 人流量就不是很多的 OK 那我們現在賣的呢 就是這一個組團 最臨漢宮堅 是不是這裏 這個建築 對啦 建築密度都是最低的 嗯 我們放大一點 就看看這幅圖 現在我們的位置 在這裡 香山小鎮 就是我們售樓的門口 左手邊 OK 現在賣的這個 第一個組團 叫水環間 它總共佔地是100畝 但只是規劃到8座高層 其實都不算高 21層高 21層高 現在賣的話 就是一二三 這三座樓 樓間距 中間的樓間距 它是210米 我看到這邊 沒有遮擋 對 一二三 其實它看出來的形 完全沒有遮擋 嘩 也不會有其他建築 即是不會規劃其他建築 去遮擋 整個內圓的話 有七十畝大的內圓 OK 有跑步徑 露營的大草瓶 有個台高式的無邊際泳池 有足球場 籃球場 網球場 二童遊路設施 非常齊全 嘩 即是樓下什麼都有 對 那現在賣的什麼產品 我們來介紹一下 好 這個一二三座 它是用了一個錯開式的陽台設計 其實每家店都開網路的光屏 戶型是一樣的 兩梯五磅 零一零二單位是86平方 三磅一次 正望向方便 OK 零四零五是102平方 三磅兩次 又看到內圓又看到光景 這一隻是中暗造明 OK 還有一個 零三 就是零三單位 119平方 四磅兩次 它有一個大環廳設計 六米四的大廳和大老台 非常大器 這隻大位 OK 那這邊什麼時候收樓 交樓時間的話 我們是2024年9月份前 整個組團一起交付的 OK 看這裏是毛批還是精裝 其實有毛批也有精裝 即兩種 第一座就是精裝交樓 二三座就是毛批交付的 OK 那這邊的物業管理公司呢 物業管理公司呢 我們是雅居樂物業 雅居樂物業 OK 那這裏呢 大約總價呢 大約多少 例如說 總價多少 首期多少 都跟我們觀眾朋友說一下 好啊好啊 其實呢 因為選擇比較多 最低的話呢 就有六十萬左右 起伏價的 八十六方特價單位 那它的首庫的話呢 可以用於二十萬左右 的首期 即是說二十萬就可以買到一個光景樓 對 二十萬的首期可以買到一線光景樓 那如果是樓層高一點的話 大致上多四五萬元 都可以很漂亮的了 樓層很漂亮 那如果是精裝的話 就大致上總共的樓層 八十多萬 那首庫的話 其實二十五萬左右都可以拿到 OK 好 那我們都事非以遲 進去實景 看看單位的設計又是如何的 好啊 OK 我現在身處的位置 就是我們一座的實體單位 身後這個單位 就是八十六平方 三房 兩廳一圍的一個會議 這個單位呢 一線望光景 毫無遮擋的 進來看看 首先這個門的話呢 到時候不是交付標準 到時候也不是交付標準 還有呢 我們進來這裡 這裡就有一個入戶花園 在市面上面呢 有入戶花園的一個項目呢 時代 還有藍城黑山小鎮 其他的話呢 會比較少見 這個呢 這個是做得非常之好 還有呢 它的窗戶呢 到時候 就需要自己去封窗 這個是不封的 OK 進來之後 這個門呢 到時候呢 是有一個拖門 給熱主朋友的 進來 這個就是我們 脫房 脫房採用的是U字型的設計 預留了單門的一個雪櫃的位置 如果你是一家山口的情況下呢 冰箱也是夠用的 還有呢 這些硬件 造爐 油煙機 全部都是有的 入陸邊 這個消毒管器是沒有的 到時候 這裡中間的位置 就是我們洗菜的位置 如果一家山口這麼大的一個廚房呢 是足夠可以用的 出來之後呢 就是我們傳統的餐廳和客廳的設計 開間呢 是去到三米山的一個開間 還有這個樓底呢 是去到兩米九的一個樓底 採光度呢 是非常之舒服的 那大家可以見到 三米山的一個開間 這邊可以放回梳化 那這裡有個設計呢 不好的地方 就是可以入門 七日到來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我們的餐廳位 但是呢 可以在這個位置 做個屏風 屏風 擋了那個視野 視線之後呢 這個就是非常之開闊的一個視野 採光度呢 是非常之足夠的 插回來就是我們的超級大樓台 86平方 這個開間的闊度的話呢 是去到兩米的闊度來的 同樣這個樓台的話呢 是去到四米五的一個超級大樓台 這麼大的樓台 你如果正常放到其他項目的住宅 你基本上要去到大片層 才可以做到這麼大的樓台 那麼我們可以見到的 往回出去呢 是一線無遮擋的西江景 對面的話呢 就是我們 斗門 視野 環境 空氣 非常之舒服 如果是退休的話 這裡必定是首選 還有呢 到時候這些櫃 是沒有的 那麼大家都可以參照我們這些櫃 去做這個收納空間 還有那個功能就會多些 OK 我們接下來呢 就看回我們的整區設計 那麼首先 這個就是我們公廁 公廁如果精裝的話呢 這些硬件都是有的 包括這個鏡面都是有的 但是呢 這個玻璃門的話呢 是沒有的 所以到時候都是需要自己去做的 還有這個企肉我們看看 大家看看 達16平方三房企肉 有些不好的地方呢 就是這裡有多了一個儲位 這樣的話呢 就會有些浪費空間 說平時呢 這個窗窗位 這個這個位置呢 這個位置呢 倉庫這個位置 可以放一些沐浴爐 是OK的 我們首先來看看第一間房 這一間呢 就是我們的客房了 這間房的話呢 其實可以放一個 咪拔床都可以的 但是呢 如果你這裡做到咪拔床之後呢 就只可以做兩邊落地 做不到三邊落地 那這個窗戶 看回出去呢 同樣看到我們的光景 它是連通我們 我們飄窗的露台的一個位置 但是呢 這裡是不可以打的 OK 那麼對面 那麼這個房呢 可以作為我們的BB房 到時候這裡呢 是浸送回一半面積的路改房 到時候呢 這些是沒有的 這些到時候需要自己去封窗 對了 那麼這個呢 就是我們轉任房 那麼這個轉任房呢 是比較大 啊 它放回一個兩米大床 是沒有問題的 那麼對面的話呢 就可以做回我們的電視櫃了 然後呢 做了床之後 這個位置呢 可以做回一個 優置型的一個衣櫃位 都OK 沒有問題的 因為呢 它這個轉任房的空間 是非常之大的 還有它是浸送回我們的飄窗位 以及呢 都可以看到我們 一線光景 和無遮擋 一棟的一個位置呢 就非常之靚仔的 景觀 而且它都採用了全綠地玻璃 採光度呢 是非常之舒服的 那麼一棟的價錢 肯定是會比二座和三座的價錢 會比較貴一點的 OK 這個呢 就是 86平方的三房兩廳一位的 護形介紹 好 我身後這個單位呢 就是 100平方的三房兩廳兩位的 一個護形設計 看一下 它這個護形 景觀 和一個佈局 又是如何的 進來之後呢 同樣我們的一個 展文馬門呢 到時候呢 是交付你的 如果呢 是選擇回其他座數的話 三座是機械式的 OK 那旁邊這個呢 就是我們入戶花園 入戶花園同樣 這個玻璃呢 到時候都是沒有的 需要自己去做回我們的封窗的動作 進來之後呢 這個呢 同樣是有個拖門 這個護形的設計呢 其實可以說是 86平方的一個放大版來的 這個呢 就是我們放大版的 U字形的設計 隨訪 這裡 預留了我們 商門的一個 雪櫃的位置 那耳隔呢 這個造爐 抽油飲機 下面這個 塑膠碗是沒有的 上面這兩個是有的 同樣這些櫃呢 都是我們的一個交付標準 那窗戶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 窗戶的話 它是連接回 那個入戶花園的一個位置 的 OK 進來之後呢 同樣是傳統式的 餐廳和客廳的一個 樹廳設計 開間的話呢 是去到三米五的一個開間 採光度來說呢 是非常之舒適 非常之舒服的 輸回來之後 同樣是非常之大的一個大露台 其實呢 大家有沒有發覺到呢 無論是86平方也好 100平方也好 它的露台位置呢 是非常之大的 露台大家都知道 震送一半的面積 露台大 證明震送面積非常之多 同樣呢 它這裡設置了一些 洗手台在這個位置 但是膠庫的時候呢 是沒有 不過呢 大家可以親照它這種設計 去做回 預留了它這個 洗衣機的位置 那上面的話呢 到時候可以做回一些 多工用櫃都OK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個位置 看過去呢 同樣是可以看到 一線光景的一個景宮 還有呢 對面那個位置呢 就是搜門港的一個碼頭來的 過了那個橋之後呢 就可以去到珠海的斗門 OK 我們折下來 看回我們靜區的設計 那這裡呢 同樣是做到三房 但是呢 做了兩個衛生間的 我們首先來看看 第一個工廁 那這裡呢 它做了我們一個櫃的 但是實際交付的時候呢 它是一個實體場 但是呢 大家可以參照這個設計 做回 那這個實手間呢 是做回三段式的一個設計 那裡面呢 那裡面呢 就是我們的一個企肉 那外面的話呢 就是我們硬件的 這些小桌台呢 是有的 但是呢 這個鏡面 就是沒有的 OK 進來之後 馬桶和企肉 企肉這個玻璃圓的話 同樣是沒有的 那如果一百平方 的話呢 這個企肉的空間 是足夠的 它沒有八十六平方 這個位置呢 有個儲位 所以它這個企肉 是OK的 我們首先來看看這間房 那這間房是非常大的 它是一個勞軌房 浸送一半的面積 到時候呢 這個窗戶呢 就需要自己去封的 大概呢 都是山到五千不等 同樣你可以看到這些櫃呢 全部都是沒有的 需要自己去做 它這裡的設計呢 很有特色 就是這裡呢 可以放一個 麥五床 然後呢 這裡可以做一個衣� 床的上面這個空間的話呢 到時候可以做一個 書桌也可以 工作桌也可以 這邊的話呢 到時候就可以做一個 把衣櫃在那個位置 那這裡呢 就可以放一些 書啊 櫃都OK 沒問題的 OK 我們看回第二間房 那這一間房呢 相對於我們路過的房 就會小一點 但是呢 如果你利用好這個飄窗的位置的話呢 它那個牆 都是可以放一個 麥八大床的 那如果你正常在這個位置的話呢 你可以 都可以放一個 麥八 如果放一個 麥八的話呢 這邊就放不到那個 床後櫃 只去了一個衣櫃 OK 那這邊 看過去 一再看過去呢 是看完原能景觀的 接下來重頭戲 看回我們轉容房 好 首先進來之後呢 這個位置呢 就預留了一個 衣霧間的一個位置 到時候可以放一些衣服 進來之後呢 就是我們乾濕分離的 洗手間的設計的套廁 那麼大家可以看到 這些硬件呢 全部都是有了 會比公廁的使用空間呢 套廁會大一點 還有呢 它同樣 企育裡面呢 是沒有儲位的 是的 進來之後呢 這個就是我們轉容房了 轉容房的情況之下呢 它這裡放兩米大床 OK的 那這裡的話呢 到時候都可以放一個 做一個衣帽 或者一個化妝桌 都可以的 因為呢 前面做了衣櫃 OK 那麼同樣呢 它這個 飄槍位呢 是全程送的 飄槍位 以及呢 這個轉容房望車的警工 和我們主導台望車的警工呢 是一模一樣的 同樣是無遮擋的 無邊際光景單位 那麼這個單位呢 就是我們 100平方的 三房兩廳兩位的 一個戶型介紹 好 我身後這個單位呢 就是120平方的 四房 橫廳的設計 那麼在這個戶型呢 每一個房間呢 都是可以看到我們的 光景的 事不宜遲 帶大家一探究竟 有些人 要圓盤 一邊 是 一邊 一邊 有一個 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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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邊 一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16平方的三房一位 光景是非常舒服的 以及100平方的三房兩天兩位 光景亦是無敵的 所以如果想看光景的話 客戶朋友可以優先考慮 86平方以及100平方的互相 因為無論是一座也好、二座也好、三座也好 86平方以及100平方的光景視覺是非常好 二的120平方雖然是環天設計 如果你選擇三座的光景 120平方的單位 露台望遠處的光景會稍微遮擋一點 如果是一座的120平方 視野望遠處光景的視野會比三座的更寬 價錢上來說,肯定是一座的價錢會更貴 除此之外,在交通上面來說 亦有線路已經簽了約到這個樓盤 這個樓盤以後,回到港珠澳大橋亦有樓盤 說回缺點,這個項目的交樓時間 是2024年的年底 有無批及有精裝的交付 以及這個項目周邊的配套未有功法線數 雖然自身帶有商業體、小鎮、其他項目 但今時今日的一個周邊的狀況是未有動工的 需要等的時間的話,可能要到35年、56年 都是需要等的 在弧形推介方面來說 如果是退休度假的話 例如降潤首先,家庭有不多的情況下 可以優先考慮86平方 以及100平方的一個弧形 這邊同樣可以做回內地的兩扇手庫 按揭上車 首期的話,最低可以做到20萬首期 即是可以買到一個乾淨物業 樓我十存十米 但相信一定有最合適你的樓盤 我是熊仔六 次則為你帶來中山最新的樓盤資訊